我们该先填八卦了 又叫福西八卦 那说是这么说 但是这个究竟来源当初怎么样 并没有处处 只不过呢 一句话就是 福西 一花开天 眼观天文复杂地理 近去诸神远去诸物 以 查类万物之情 以从神明之德 那 实际上这个 先填八卦的这个方位啊 直到了宋朝 也就是 特别能睡的那个陈传老祖 他 根据这个 还是 孔子的 这个 遗传 就是 天地 定位 雷锋 三则通气 第二个是 然后 这个 雷锋相搏 水火不相射 这样下来呢 他那个顺序啊 实际上 说的 也不是完全按照这个顺序 但是 这 毕竟是一个 参照 就是 说的 我先后话的这几个 顺序 他并不是 但是他相对的这个 讲对立 又统一 是 整个呢 整个呢 这个 宇宙 能量守恒 这就是跟西方 近现代的 这些 观点 都是一致的 那 所以说呢 这个 孔子这个 十亿呀 一传呢 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很多这个 参照的基础 那 现在 叔叔家呢 甚至都抛开了这些 就为了汇算 当然也能算 但是他这个原理啊 始终他们不以为然 不求其所以 只然其然 其实啊 这个先天八卦 他的这个原理 更重要 我们可以简单看到 这个 是太阳 太阳 东升西落 我们古人 其实认为这个月亮 也是在这个 西边的 那 这是 这么一说 这个太阳 这个代表 阳阳嘛 阳阳自下而上 然后慢慢阴下来 到后面 这个这个 整个都阴了 这一是代表太阳 二呢 他又是代表月亮 这个 就是代表 上显月 向上的 然后 这个是满月 然后下显月 这两个是在中间的状态 然后 这个这个 变成这个 月牙 月牙状 可见这也是代表月亮 也叫太阴 第3 第3呢 他又代表节气 什么节气呢 就是 春夏秋冬 我们知道这个自上而下的 实际上 我们现在 很多人认为这叫邵阳 是错的 大错特错 这个 在邵阳 邵阳 从这个饮食 要知道 他就是在地底下 快楼头慢慢上来 然后 这个 中间那个 就开始 亮了 就是 有 这个 从邵阳 这还是邵阳 下两阳嘛 再加一阳 才叫 八卦 然后 变成了老阳 老阳 先有阴 后有阳 然后到这呢 就是 邵阴 老阴 然后阴的时候呢 就先有阴 阳后有阴 是反过来的 可见啊 这个 也代表四季 这个 规律就很大了 而实际上呢 我们用先天呢 反而是这样用的